从勃雷塔尼亚到交界地 我们一次一次地踏入宫崎英高为我们准备的世界中 不停地倒下 复活 再次倒下 直到变得越来越强大 足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他是力量猛难的终极浪漫 把写的外形 超高的面板 每一次挥舞都彰显出充沛的力量感 也收获了不少玩家的热衷与喜爱 欢迎来到 北深的魂系列讲堂第三十五期 盘典魂系列历代的最强斧类武器 恶魔之魂中最强斧类武器莫过于断头斧 配合诅咒武器附魔的断头斧 近战伤害输出能力仅似于蓝雪剑 但考虑到断头斧的入手时间远远早于蓝雪剑 在一周末的boss战中能够提早发挥作用 所以说个人还是喜欢使用断头斧 作为近战开荒boss战的武器首选 魂一中可选的斧类武器 比起恶魂来说丰富了不少 最早断尾石像鬼即可获得的石像鬼尾斧 是前击过渡的不错选择 无论是开荒或者速通流程中 均可以拿出来使用 黑骑士大斧高基础低不正的特性 加上不错的模组 使其他魂一中也可以有不错的发挥 只是流程中的大斧黑骑士 很容易被玩家们忽略 所以说出场率算不上很高 恶魔大斧坐拥超强的面板和冲击力 甚至还可以搭配附魔使用 加上霸气无比的外观 可以说是魂音力量猛难的终极神器 魂2中斧类武器的表现同样不错 尤其是小斧类别 由于不错的反击倍率和双手RR较强的轩忍能力 让其他推图和boss战场合中均可以出场 铁匠处即可购买的战斧 密杠可以入手的山贼斧 以及祖传吃人解的武器切肉菜刀 包括弦队斧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战斧 以极低的获取门槛 加上较为平衡的属性 使其成为不少玩家的选择 虽然说魂2主推不同属性攻击模式的额外倍率加成 以及丰富的强化素材获取 加上较低的武器耐久 一系列设定都希望玩家们能够携带多把武器进行开荒 但是如果你想要从头到尾使用一把武器懒得换来换去 那么魂2斧头帮很有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 猎人斧是血缘诅咒中非常有争议的一把武器 对于它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 虽然说到了后期 伤害和模组上可能都略有不足 但是不能否认猎人斧在前期开荒阶段 对于新入坑的萌新而言 确实能够起到不错的帮助作用 展开模式双持R2蓄力大风车 能够把盘踞在亚南浩克村民直接干飞 同时猎人斧拥有着非常高的吸血吸数 低中木配合黑剑灵妖玩玩站入对盲 也不是为一种富有乐趣的玩法 作为一个魂3玩家 没有在高墙被屠龙斧坏哥哥入侵过的话 游戏体验是不完整的 压棘神奇屠龙斧自带雷电伤害 是魂3中非常有特色和话题度的一把武器 面板王巨斧属性质变后 作用全游戏的最高面板 如果加上弱点属性针对的话 能打出非常恐怖的单次伤害 恶魔大斧入手相对容易 四属性不振面板尚可 大斧模组的使用体验非常舒适 尤其面对弱火的敌人时效果拔群 作为魂3斧类武器的牌面 雷龙大斧也是魂3中最强的Boss魂炼化武器 暴力的战绩伤害其实在八周目依旧可观 雷系伤害持足了魂3属性红利 尤其在应对敌人性敌人或IOE场合时 更能发挥起伤害优势 埃尔登法环中可选择的武器和战灰 门类丰富 弗类武器虽然表现不算弱 但是和一些非常离谱的武器相比 却是稍微差了点意思 当然还是有一些不错的选择 秀师传矛作为一把大斧 却拥有着突兹属性 这就能让其打出更高倍率的反击伤害 加上矛护服增伤效果更好 个人更喜欢搭配盲击战灰 输入效率爆表 单周目内能稳定获得两把的恶罩恋人大筛刀 自带出血效果 使其拥有了天生优势 双腹调皮稳定的伤害制造能力 让它即使在高周目场合下 仍有出场空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为各位盘点的 魂系列历代的最强弗类武器 以上哪把武器曾在你的游戏之旅中 陪伴着你攻克难关 还是你另有所爱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守护故事 留下关注三连 下周同一时间 卫生的魂系列讲堂 我们不见不散